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星期六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举办践行区位活动 以及全民防卫动员宣导 乡长游淑珍硬要出席 他感谢后备军人带地震灾害当中 给予很多帮忙 而正后也透过亲子活动 要抚慰大家心灵 期盼在社团协力之下 营造更安定幸福的生活 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星期六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举办践行区位活动 及全民防卫动员宣导 校长游淑珍硬要出席 他感谢后备军人 在地震灾害当中 给予很多帮忙 而正后再透过亲子活动 抚慰大家心灵 期盼在社团协力之下 可以营造更安定幸福的生活 今天是后备军人 指挥中心在吉安 为我们牵起的快乐见走 宣导活动 以及防震灾害的一个 自我防护 和世信疏心休闲在吉安 谢谢我们吉安后备军人指挥部 让我们可以在吉安办理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尤其在灾后 让我们可以舒心 带来的是大家的鼓励 大家的一个卫福以外 更带来健身的健走 和最重要的防震宣导 以及最重要的生活的一个 防护的正确概念 希望吉安厢公所 透过了所有的社团 带来的近视 我们在灾后的一个重建 和最重要的后续的防护 以及带来生活社会的一个 养成快乐 健身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健行路线轻松自在 参加的民众走在吉安厢的乡间小路 深呼吸新鲜空气 享受田野风光 回到浩克艺术村广场 还有趣味游戏 让后备军人们度过了愉快的 亲子假日时光 介绍会吉安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